美国国务院宣布副国卿谢尔曼 下个礼拜将出访亚洲 行程包含日本、韩国以及蒙古 但是并没有提到任何在中国停留的计划 据了解原本谢尔曼的行程之中确实包含中国 打算为拜席会铺路 不过因为中国的安排怠慢 美方才将中国行喊咖 纵权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宣布 谢尔曼在本月18号到25号期间 将会访问日本、韩国以及蒙古 谢尔曼将跟日本官员讨论气候危机 并且加强全球健康安全等多项议题 同时也会跟日韩等官员举行联合会议 商讨合作处理朝鲜议题 而在访问韩国之后 谢尔曼接着会前往蒙古 强化美蒙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之中提及 谢尔曼在访问期间将会重申美国 致力于跟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 以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跟繁荣 并且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而这是谢尔曼今年5月底 跟6月初访问的印尼、柬埔寨跟泰国之后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第二次访问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 谢尔曼这次的行程并没有包含中国 事实上就在美国国务院宣布 谢尔曼出访行程的前一天 相关南华早报 曾经援以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谢尔曼下个礼拜将在天津 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举行会晤 并且讨论美国国务院布林肯 以及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会晤的可能性 也为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铺路 美国国务院表示 目前没有更多谢尔曼可能到访的其他地点可公布 不过随后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指出 中国方面拒绝让谢尔曼与中国国务院第四号人物 乐玉成会晤 只同意让他会见第五号人物谢峰 因此美方才取消了谢尔曼的天津执行计划 去了解中国今年曾经做过类似的适当安排 原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会会见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量 不过中方却提出有级别较低的国防部长接待 还有推测认为 中美双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谢尔曼访问中国的行程 可能是因为拜登政府正打算因为北京镇压香港民主 而对一些中国官员们实行制裁有关 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准备在今天就北京镇压香港民主的事情 对七名中港官员们实行制裁 同时由于中国持续打压香港政治跟经济自由 美国政府预计将对在香港经商的美国企业 发出营运风险警告 另外也有人指出白宫正在考虑给予香港人特殊的移民身份 综合媒体报导 路透社引述两名未居民的消息人士指出 美国政府正准备制裁七名中国官员 他们可能会遭受到经济制裁 同时美国对香港的举措依旧可能会改变 其中一个人表示 华府正在评估是否要针对香港移民政策公布行政命令 不过最后是否会实行 美国财政部拒绝回答发表评论 由于中国持续打压香港政治跟经济自由 美国政府预计将再对香港经商的美国企业 发出营运风险警告 拜登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之中表示 香港情况目前正在恶化 中国政府没有遵循他的承诺 以及未来将处理夺和处理香港议题 因此这项警告就是在针对香港可能发生的情况 给予商机提醒 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天发布这项警告 凸显北京当局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时 所承诺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变卦 不过这个警告并不会规定美国企业必须缩减在香港投资 或是离开香港 而是强调香港在法律、金融以及其他面向的风险 拜登表示该警告将指出 由于香港自由市场的条件恶化 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主要地位 也可能进一步受到侵蚀 虽然商界对于香港不断变化的情势感到不安 但是许多专家过问也表示 香港变化如此快速 以至于许多企业尚未充分应对内在的危险 与此同时 他们也担心局势可能不会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可怕 预计目前还不会发生大规模的 离开香港的风潮 知情人士表示 外国系列在香港储存的数据也可能面对风险 不过到目前为止 许多金融机构实际上确实加大了 在香港的钞品力道 中国知名企业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 等人涉嫌寻信滋事罪名 昨天在河北高碑市法院进行开庭 孙大午以及多名被告坚称自己无罪 坚决要求辩护方无罪辩论 律师估计该系案件预计要审理至少30天以上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美联社拿到的律师文件 孙大午涉及行性滋事 群众冲击国家紧密 妨害公务 迫害生产环境 强迫交易 非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地 非法吸收公共款项等多项罪名 而孙大午是20多名被告其中一位 而其他多名被告之中 有很多位都是他的亲属 根据辩护律师的书面声称 孙大午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被告们跟检察官之间的旧证据 以及法律方面的问题 存在巨大分歧 不过双方并没有提供详细节 庭审将在今天持续 高碑市法院 尚未公布庭审情况 大午案律师团表示 昨天主要是处理程序问题 包含庭前会议 没有达成一致的回避问题 以及管辖问题 庭前会议将会在 5月17号到22号举行 预计5天半 由于召开决定非常匆忙 缺乏足够的时间来月券 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便控审三方展开激烈冲突 几乎没有达到任何共识 昨天在案件开庭之前 高碑市有关法院 在法庭面前100公尺的地方 安装壁录电视 而在法庭门口 则有身穿黑衣的便衣公安 要求在场关注案件的民众离开 在会议之中 据了解孙大午哭着表示 苦不堪言 生不如死 他表示自己宁愿承担所有责任 我死都可以 只是希望把大家都释放了 现年67岁的孙大午 是中国内地知名农民企业家 也被称为两型企业家 他创立的大午集团 曾经被列为 中国全国500大私营企业 去年8月 集团曾经与国营农场 就土地问题发生纠纷 有许多人受伤 孙大午当时批评当局没有和平处理 他已发文支持维权律师 以及批评当局权贵 去年11月 当局将孙大午以及多名高层带走 孙大午目前情况良好 不过他跟20多名被告普遍身体确实变差 而昨天在庭审过程之中 还有两名被告因为身体不适 先后离开法庭 接受医疗救治 昨天首日开庭 在下午6点45分结束 今天上午9点持续开庭 而开庭的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网友们也议论纷纷 有人感叹孙大午已经被抓走8个月 现在才开庭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 好人表示 孙大午的命运意义象征的 不只是一个家庭跟个人而已 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职位 选缺已久 而昨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 官方微博也公布 由前副助理国务卿米德卫 将会就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先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的职位 是由傅德恩担任的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5号 在官方微博公布 由前副助理国务卿米德卫 就任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米德卫透过微博影片简短表示 他非常期待可以了解今天的中国 可以认识更多人群 并且期待持续学习中文 根据美国官方资料 米德卫是在2018年12月 接任国务院经济及商业事务局 副助理国务卿的职位 而在此之前 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制裁政策 以及实行办公室主任 华府美国外交学院 领导以及管理学院副主任 美国经济局货币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 过去也曾经派驻过中国 香港 台湾 蒙加拉 乌克兰 以及几内亚等国 报导指出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去年10月任期届满之后 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职位就玄缺已久 先前由傅登担任临时代办 直到米德卫接任之后 傅登离任之前曾经透过影片表示 自己可以当上驻中国临时代办 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傅登还在影片之中表示 有人认为中美两国人民彼此怀有敌意 并且互相针对 他认为这是很大的错误 并且背离真相 他表示希望中国人民继续寻求 跟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 招望的机会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团 也会持续努力 让两国关系更加美好 据了解 在前任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之后 该职位就一直神缺至今 4月曾经有消息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打算提名 曾经任职政治事务国务次亲的 伯恩斯担任这个职位 而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也已经在6月下行卸任 因此目前中国跟美国两国 处在没有互派大使的情况 日本与英国美国荷兰 四国日前举行联合军演 并且释出相关影片 值得注意的是 影片之中既能出现简体中文 似乎是刻意给中国看的 同时日本在这个礼拜 公开本年度国防白皮书内容 其中首度列明台湾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引发外界日日本对华政策动向的关注 根据自由时报 日本、英国、美国、荷兰在本月11号到12号 举行返海盗联合训练 日本防卫省总监母聊间部 15号在推特发文 表示今年英国发布的战略报告之中 提到了向印太地区倾斜的概念 因此日本方面也释出联合演习的相关影片 以供外界参考 影片之中日本防卫省也表示 英国已经表明加强参与印太地区活动的意愿 并且将会向印太地区派出航舰打击群 日本将会持续深化跟英国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影片最后秀出四国国旗 并且用简体中文写道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有网友表示 这就是要做给中国看的 还怕中国看不懂 好心帮他们翻成简体中文 同时VBC中文指出 日本在这个礼拜公开本年度国防白皮书的内容 跟往年不同的地方是 台湾问题没有作为中国章节的一个部分出现 而是成为新版之中美中关系一章的内容 而且在日本版的地图上面 白皮书也在颜色上面将台湾跟中国分开表示 跟以往在台湾问题上面保持低调的做法完全不同 今年以来 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公开提及台海问题的重要性 分析人士向VBC中文表示 日本这次透露的讯息显示 日本政府对于台海局势 越发倾向于同美国合作 香港领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博会也表示 台湾问题一直是日本政府关切所在 不过此前担心中国反应因此显得比较低调 而在目前看到美国拜登政府重视盟友 并且坚定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识之后 日本政府对美国的信心提升 对中国的担心也变小 不过在日中关系之中 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都还是为彼此关系保留转环余地 目前发生的隔魁之中是在日本传统的对华强硬派 而关于日本首相跟外务省目前都没有相同的发言 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对冲传统战略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迹象 在一群对华强硬派的声音之下 日本首相建议委在上个月还曾经表示 不会阻建对华包围网 日本共同社认为这是对华融合论之中的一个体现